第七十三课 生词 郊外 附近 白发苍苍 老大爷 聚精会神 聚精会神 打量 认得 平时 用心 一时 琢磨 严肃 批评 垂头丧气 转 捧 坛子 甜美 惭愧 日 月 代表 科 木 符号 本 根 墨 肩 和 意义 林 名 形声字 组成 课文 一 认真 从前 有两个学生 陪老师 到郊外 去玩 老师 走累了 也渴了 让学生 去附近 找点水喝 因为白发苍苍的 老大爷 坐在门外 去聚会神的 看书 一个学生 走过去 有礼貌地说 老大爷 请我们一些喝的 老人从上到下地 打量着他 喊他像个读书人 指着书上的真字说 你认得这个字 我就给你喝茶 这个学生 平时学习 不用心 他不认识这个字 与时不知怎么回答 但是他很聪明 琢磨了一会儿 回答说 这是直八两个字 老人听了 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又严肃地批评 他认错了字 并说 不能给他喝的 这个学生 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 让另一个学生 再去一趟 老人像刚才那样 也指了指真字 让第二个学生认认 这个学生 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大声回答 这是个真字 老人很高兴 转身进屋 捧出一个坛子 口里连连说 这是我们家里最好的酒 你们痛痛快快地喝吧 老师喝了酒 气里感到特别甜美 他批评第一个学生说 如果人人都像你那样 读书不书不认真 我今天可能连一口水 也喝不上 那个学生羞红的脸 惭愧地低下了头 阅读 北京而化 我从韩国到 我从韩国到中国到中国来 学习汉语 刚到北京 我觉得人们说话都很快 尽管我在韩国 曾学过两年汉语 两年汉语 但是北京人说话 我还是有很多 就有很多听不懂 我想大概是 我的听力太差 不习惯听他们说的话吧 三个月后 我慢慢地 能听懂北京人说话了 虽然不是每个字 每个词都能听懂 但是看着他们的表情 手势 能猜出那些话的 大概意思了 我很高 我很高兴 同时我又觉得奇怪 北京人常常讲一些 带儿的话 儿说得很快很轻 有的在字典里也查不到 遇到这样的话 我一点也听不懂 比如 颠了 趁早 小心眼 可是我觉得这些词 很好听 也很有意思 于是我也跟着学 带儿话的词 又难念又难用 我念出来常常带羊味 用的时候常常出错 闹过许多笑话 有一次 我和中国朋友在汽车上 看见一个年轻人 给一位老人让座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善良 就对我的朋友说 他真小心眼 他真小心眼 什么 中国朋友很惊奇地看着我 你说他什么 我知道 又是把带儿的词用错了 很不好意思 急忙说 我觉得他很好 很善良 那应该说好心眼 不能说小心眼 我更不好意思了 回到家里 我一查词典 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汉语的字和词真有意思 声音差一点 意思就差很多 我喜欢汉语 喜欢北京儿画 张大千敬酒 张大千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 他不但画画得好 人也很幽默 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 一次 张大千要从上海回四川老家 他的学生开了一个宴会 被他送行 许多有名的人也来了 其中有著名的京剧大师 梅兰芳先生 宴会开始了 张大千先生向梅兰芳先生敬酒 他说 您来了 我真高兴 您是君子 我是小人 我敬您一杯 大家听了张大千先生的话 都惊奇地望着他 梅兰芳先生也不明白张先生的意思 忙笑着问 您的话怎么解释 张大千先生哈哈大笑 大声说 您是君子 动口 我是小人 动手 所有的客人听了这话 也都大笑起来 梅先生更是笑得合不上嘴 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 宴会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非常热烈 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 我会认不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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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不上嘴